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最近我是比较热衷于看国产剧的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好剧觉得里面的穿搭值得掰吧 想知道里面的品牌的话呢 欢迎大家多多的评论留言 那今天我要说的国产剧呢就是烈罪图件啊 整体来说这个电视剧还是拍的比较不错的 那除了电视剧之外呢 金世佳和谈健次两位演员也是让我非常的上头啊 包括他们的人生经历 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 总是那么的积极向上也是非常感染我的 那所以有百万粉丝up的我呢 那我呢 除了看他们的脸之外 他们的穿搭品牌也是我非常在意的 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私服都有哪些品牌吧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很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和一键三连 在我百万粉丝的之路上 欢迎大家献出你的赞 那我们上天是本期视频的人吧 首先呢我们来说金世佳加哥的衣龟呢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啊 因为就我在某半场翻阅他所有的照片之后 发现他竟然是山本耀司的骨灰级玩家 尤其是在15年到16年他穿山本耀司的频率 就跟你在某红书上刷到金世佳的频率一样高 那所以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先了解一下山本耀司先生 在普通顾客的眼里呢 有Giamma的YS不过只是一个品牌 但对于喜欢时尚的朋友们来说 山本耀司先生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因为他在那个不可能的年代里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山本耀司先生的衣服 穿在金世佳的身上 还真有那么一些相同气质融合的感觉 山本耀司先生是在1979年才开始设计男装的 因为那个时候女装包括YS 已经卖的非常好了 但是在1984年山本耀司先生才推出了男装之前 叫做Yosemma的Prohoming 在设计男装时呢 山本耀司先生首先就避开了可以卖的很好的西装套装 因为西装套装代表着你是坐在办公室的精英阶层 但山本耀司先生觉得不穿西装 必不代表人生是失败的 所以他第一个系列的名字就叫做放逐者 而放逐者这个名字呢 我觉得跟金世佳的气质还是比较融合的 那男装系列当中呢 山本耀司先生很少用专业的模特 所以你可以在近几年的修场上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呢 那就是孙仲峰 他是Yosemma的模特的常客 所以书呢不仅会吃还会走秀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金世佳的裤子 我看到很多朋友说这个裤子看起来像裙子 但其实它是男装支线 很有代表性的武士裤 当然佳哥呢不只有一条 首先我们看到电影发布会搭配AJ4穿的这条裤子呢 是来自Wise Bell 这是山本耀司先生开发的一条走无性别路线的支线啊 要知道山本耀司先生的大大小小合作差不多有30多条支线啊 价格呢是3812人民币 还有在骑自行车时穿的那条裤子呢 也是来自Yosemma的男装支线 但因为看不清具体的细节啊 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是在4000人民币上下的样子 首先呢我们来说金世佳很喜欢的黑色Tinch 但这大部分呢都是来自Yosemma的男装支线 这件短袖呢是纪念款的签名短袖 按照Yosemma一般的定价的话呢应该是在1300元左右 但是因为是纪念款的话我觉得价格应该会更高一点 那另外一件无论你在哪个视频都可以看到的纯黑色的短袖呢 就是来自山本耀司的男装支线 价格呢是1350人民币 下面我们看到参加发布会时穿的这一身山本耀司的套装呢 这套装就比较有看点了 在衣服右面呢是山本耀司先生六狗的一幅画作 这一身呢是来自2016年YS 有机Yama Modo Pro Homing春夏 Collection的设计 那么衣服具体的价格呢我查不到了 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 但是根据我在某海淘 Ape 查到相似款的价格呢是13719人民币啊 所以这套衣服和裤子的价格应该跟这个是大差不差的 那除了衣服呢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有许多的帽子也是来自山本耀司的啊 那首先这顶棒球帽呢是有机Yama Modo和New Era的合作款 这顶帽子呢同时也是有机Yama Modo 2021年秋冬款的帽子啊 那这顶帽子在某海淘 Ape 上的价格呢是2003人民币 还有2019年春夏有机Yama Modo和New Era合作的牛仔帽子 它的价格呢应该是在700上下的样子 还有上海的金世民跟王世民 在街上晒太阳时戴的这顶帽子呢是来自山本耀司先生YS的单品啊 它的价格呢在官网是2224人民币 还有价格和松亭龙平这张合照当中戴的渔夫帽 也是来自有机Yama Modo 不过价格呢我并没有查到 顺便说一句啊 龙叔在日本的演艺圈呢也是演技属于大佬级别 家庭属于大佬级别 反正就是非常厉害的大佬级人物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谭剑刺的穿搭啊 在这里呢尊称一声谭老师啊 因为谭老师的衣柜真的是包罗万象海纳百穿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只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没有谭老师买不起的品牌 所以谭老师的衣柜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接下来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品牌吧 首先我在某个视频当中看到了谭老师穿的这件睡衣呢 我就知道它一定过得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品牌的最大特点呢就是贵 它的贵呢已经到了让你瞠目结舌的地步 那谭老师穿的这件睡衣呢就是来自日本的天价品牌 Mastermind Japan Mastermind Japan是日本街头潮流文化的传奇啊 Mastermind Japan的主理人叫做本坚正章 本坚先生呢是生活在一个设计师之家的 受父母的影响呢他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之后呢他就去英国深造 回国之后呢本坚正章就被山本耀斯先生的公司录用了 这也是他在时尚界的一块巨大的跳碗 所以他在山本耀斯先生的公司里呢做了六年的销售主管 在1997年呢他成立了自己的品牌Mastermind Japan 但往往现实呢是残酷的品牌没有那么好做啊 于是在2003年呢他发现了时尚的商业空白 那就是在街头品牌中是没有人使用高级面料的 所以后来Mastermind Japan呢都走上了昂贵之路 在Mastermind所有的T恤呢都采用的是海岛棉 这是印度棉中的极品 所以在Mastermind Japan当中一件T恤最贵的价格要高达一万五千人民币 还有热门款的白色骷髅头黑色针织开膳的价格呢要高达五万人民币 所以在视频当中谭老师穿的这身睡衣呢就是Mastermind Japan 2020年的秋冬系列 它一共分两样是长袖款和短袖款 那谭老师穿的这个是长袖款它的价格呢是在2600人民币左右 下来呢我们来说谭老师经常穿的这双帆布鞋啊出现过两次 它也是来自一个日本的潮流品牌 它的一大特点呢也是贵 但是人家呢贵有贵的道理啊 就是所有的单品呢都是最高品质最高规格最高人气的单品啊 那这个品牌呢叫做Visvim它的老板呢叫做中村世纪啊 书也是一位非常有自我风格日范的大书啊 当年呢书去美国阿拉斯加留学就被当地的印第安文化深深的吸引啊 所以后期当中呢中村世纪的设计有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印第安文化的影子 那么2000年呢中村世纪才成立这个品牌 严格来讲呢Visvim是做鞋子起家的 那么在当年呢Visvim的鞋子呢是街头潮流节必买的高级货啊 所以谭老师您真的非常会满那最后呢要向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我们谭老师这场穿件非常可爱的气球的衬衫啊 他也是来自一个日本的街头潮流品牌他叫做Dablet 顺便说一下这个品牌呢在穿酒保龄女士的Delver Street Market是可以购买到的 那一般来说进驻到Delver Street Market呢就是已经受到了穿酒保龄女士的认可了 他会提供一些对于品牌很有帮助的渠道 那Dablet的老板呢叫做景也将之 景也呢毕业于东京时尚学院 这个学校呢相当于是日本设计师的摇篮啊 基本上一半关于潮流界的设计师呢都是毕业于这个学校 那景也将之成立品牌之前呢是在三元康域的公司做了七年诸导鞋履配饰的设计工作啊 当然三元康域的鞋呢我们的谭老师也是不会错过的啊 他确确实实也有 但是关于三元康域先生呢我之前在视频已经讲过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也呢为他的设计道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那之后呢他在2021年成立了自己的品牌Dablet 在2018年呢他就赢得了LVMHPRIZE的桂冠啊 那谭老师身上这些衬衫呢是Dablet 2021年的春夏款 还有曾志生和长袖T恤的设计啊 那这件衬衫的价格呢在日本是三万两千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是一千六百七十六人民币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都不知道大家喜欢金老师的点赞衣柜 还是喜欢谭老师的潮流衣柜呢 那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和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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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